Hello 好久不见 欢迎大家来到Gins Camera Live频道 久等了大家 因为之前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原因 所以我停更了两个星期 实在抱歉 但是这两周我体验了一个我一直希望可以体验的设备 那就是监视器 话不多说 希望大家可以先把签道打在公屏上 然后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之前一直觉得监视器这种设备太过专业 一般拍摄者好像根本用不上 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需要一台监视器 但是随着这个拍摄内容的增加 有时候拍摄大量素材的时候 难免会出现失误 什么失误 最让我头疼的其实是失焦 当然我说的是视频拍摄的领域 我用的是这个索尼A7C这台设备 那当然索尼的自动对焦 我只能说可能80%的情况是信得过的 但是就有那么20%的情况 拍了一堆素材之后发现 有几个素材就是对不上焦的 那当下总是让我很火大 虽然现在很多的相机都加入了这个翻转屏的设计 但是屏幕亮度不够 而且屏幕也就那么大 特别是没有团队自己一个人拍摄 很多情况你只能依赖自动对焦 在这块小屏幕上看起来好像是对上焦的 但是最后导入电脑之后 你发现其实并没有 我相信在看视频的各位一定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再来就是 如果你希望最后素材编辑的时候做成 比如说21.9的这种宽萤幕的这种尺寸 也就是我们经常看电影的时候 这个上下有两条黑边的这种画面 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注意构图 上下没有流出足够的这个位置 那最后裁切画面的时候发现画面其实不完整 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头疼的状况之一 虽然我之前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你大不了补拍就好了 但是随着拍摄量的增加 很多情况 补拍变得比较费时费力 那我们在想 我是不是需要一台监视器来辅助我的拍摄呢 看了一圈 发现这个 监视器这个设备 并不便宜 但是万能的某宝 还有B站网友们的互相推荐之后 我拿到了这台设备 就是这个百事月R26的这个高量监视器 价格1000多 合适 那就是它了 那这台监视器是5.5寸的屏幕 重量在240克 非常轻巧 随机附赠了一根HDMI线 一根这个miniHDMI线 那一个转接头 还有一张SD卡 SD卡 监视器干嘛需要SD卡 看了一家用户手册 这绝对是懒人的福音 这台监视器可以把你喜欢的这个LUD的预设 导入SD卡里面 那你在拍摄的时候可以实时的看到 加载好LUD之后的最终的画面 What 这个是不是很棒 如果是大量拍摄的朋友 那后期上也可以节约你很多时间 加载好LUD之后 那所见即所得 其次 重点来了 这块屏幕的亮度有2800尼特 什么概念 iPhone 12 Pro Max的最高亮度是1200尼特 那白天就算是阳光最强的中午 那屏幕依旧是清晰可见的 那么2800尼特呢 虽然现在没有办法测试 但是加拿大的冬天 大雪过后的中午 那种亮度只有在北方生活的朋友才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不戴墨镜感觉自己就是会瞎掉 那么这个时候2800尼特就算你戴上墨镜也是可以很清晰的看清楚你的屏幕的 当然这是最极端的情况 那平时户外拍摄 你戴个墨镜 对于这块屏幕是不会有任何难度的 我们现在来实测看看 首先对于索尼Alpha系列的朋友 直接将监视器固定在相机上 或者如果你还有 需要连接话筒之类的这种外接设备的话 你可以加入一个吐龙也可以 那然后使用这台随机附赠的这个mini HDMI线的一端连接监视器的视频输入端口 另一端连接至你的这个相机的HDMI端口 那这个时候开机 你的相机的实时预览画面在监视器上就会有显示了 那监视器本身是这个触摸屏的设计这没有问题 那左边上下滑动是增减屏幕的亮度 右边上下滑动是调节音量大小 那其次就是菜单的功能非常的丰富 除了常用的曝光辅助里面的微彩 斑马线 直方图 波形图 那还有矢量图全波形等等 当然我平时自己使用对于曝光我仅仅只会用到这个斑马线 直方图和波形图三个 那也有朋友喜欢用这个微彩 那这些选择通通都有 对于之前给大家说过的这个对焦问题 进入聚焦与构图选项 我会推荐大家使用峰值聚焦 什么意思 当你要对焦的那个位置准确的时候 那个区域的物体边缘会有一圈颜色的轮廓来表明你已经对焦准确 大家可以看演示 如果这个时候我是对焦远处的物体 例如这间厨房 那么可以看到 橱柜啊 抽烟机等等这些物体的边缘都会有一圈绿色的线 把它们包裹着 这就代表你对焦已经准确了 那么如果我调节对焦位置呢 那我前方的这个八凳周围有一圈绿色 这个时候说明我对焦的区域在这个区域 是不是很方便 那这个对焦区域的颜色你可以自己选择 比如说绿色呀红色呀蓝色等等 其次对于构图 当然网格线就不用说了 那我们进入构图辅助线 这个位置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 如果你想拍摄21比9的宽荧幕或者是18比9等等 你可以开启它 它会以辅助线的形式告诉你 比如说后期如果你想裁迁你想要的比例的话 你拍摄的时候 构图该如何去保证上下流有足够的空间去进行拍摄 那这个选项就会给到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当然这期视频我们不可能 把每一项的都概括到 我仅仅选择了我自己觉得很有用的几项来说明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LUT的这个预设的实时预览 这个功能我不得不说是真的很赞了 当你购买了这个百事月26之后 里面附赠的这个SD卡里面已经预设了很多的这个LUT 那当然你也可以下载更多 点击进入这个LUT自定义 选择好你要使用的LUT 里面包含了大疆在内的很多主流设备的这个LUT的预设 那大家需要下载我 个人的LUT的话也可以翻看我前面的视频进行下载使用 题外话导游广告 那加载完毕后进入LUT选择你需要的LUT 这个时候屏幕的这个画面的颜色就是 加载的这个LUT之后的一个实时的预览的情况 那如果想后期节约很多时间的话 这个功能一定是你会很喜欢的功能之一 以上这些就是这款百事月R26监视器的一个大概的介绍 是不是很赞呢 借这个视频也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我的频道所推荐的东西并不都是厂家寄来让我测评的 有很多也是我自己花钱购买然后觉得好 推荐给大家的 因为之前我有看到评论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广告频道 我想说的是 我收到的产品 我试用完 不好的话 我会原封不动的退回给厂家的 而不是那种不好我却非得说它好 厂家也绝对不会干涉我的内容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最后的结果就像是B站某个 UP主一样翻车的下场 这种事我才不干的 那所以大家尽管放心使用 这一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一起往 10万的目标迈进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建议 也希望你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和我互动 我是靖我们下次见 拜拜